就好了 那我们先讲一下那个电眼 刚刚有讲过 那你要剃的时候 你看这个震动比较 比较那个手会抓起来 这样子抖抖抖抖 这样它猫或狗会比较容易紧张 所以你买的时候 你就是尽量不要买这种会震动 好 再来就是这个他们会附这个头 那这个头因为 它剃起来的话比较容易不整齐 因为它密度比较宽 所以它剃起来可能这边都没有剃到 所以通常我这个是很少在用 而且因为你金吉拉毛太浓密了 这个剃可能剃起来会卡毛 所以都会不整齐 那你回去可以自己练习 如果你要的话 还有再讲一下这个刷子 这个它会附的刷子 这个刷子就是你这边有毛的时候 你就这样刷 但是这个刷子做起来是非常可能 通常我们刷子会很密 那如果你这个刷子会不好刷 你可以那个我们刷牙的牙刷 如果用坏了 应该是用了一个月之后 你要坏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牙刷拿起来刷 会比这个好用牙刷 那你牙刷要用的时候 你最好准备两个 一个因为你有时候剃毛的时候 有时候可能是洗澡前剃 那有时候是洗澡后面剃 所以你如果要清洁的话 你也可以分两只 一只就是洗澡之前用 一只洗澡之后用 这样会比较干净 好 再来就是讲那个 这个是它的油 就是所谓的润滑油 那这个会附赠 以前我也是用这种油 或者是针车油 或者他们介绍的一些 这个电碱用的油 但我后来就是因为有一些狗或猫 会对这种化学药品过敏 所以后来我就 我现在就使用的是食用油 就是我们炒菜的食用油 或是你在保养皮肤的 譬如说橄榄油 亚麻子油 那种就可以 像我这个是葵花油 就我之前 这好像不是葵花油 这不知道什么油 这是一个新的油 忘记 然后你就可以 譬如说你现在把它剃完之后 猫或狗剃完之后 你就用这个把它刷干净 刷干净之后呢 你就把这个油滴上去 滴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 你就是把它打开 然后先让它流下去 然后再来用侧面 让它把油滴下来 如果它有毛的话 里面会把它冲刷出来 然后它如果弄好之后呢 你就是用卫生纸这样子包着 然后用橡皮筋把它绑着 不用擦干净 因为它上了油 第一个是它把那个脏东西去掉 就是里面卡在这里面的毛去掉之外 它上油的目的就是保持润滑 还有因为我们空气潮湿 这边很容易生锈 所以它的功能是这样 所以我会建议你如果这个 看你要不要用 如果你不要用 我会建议你去用食用油 那食用油 譬如说现在狗的什么 吃的啊 椰子油 或橄榄油 对它们都很好 你就是可以把它用上去 那狗它碰到的时候 它皮肤碰到的时候 不会过敏 基本上比较不会过敏 然后呢 它皮肤也可以吸收 就跟吃的效果是差不多 所以这样子做 好 然后呢 再讲一下这个垫茧 它拔的方式 一般这个垫茧就是 就是往下用力扳就好了 用力扳 就是往下扳 然后你就是把它 这有一个凹槽对着 然后 因为这个 好 这样它卡下去就好了 好 然后下来就是扳下 所以像你荆棘大的话 你剔一剔 有时候卡住的时候 你就要赶快扳下 看是不是这里面卡 那这个垫茧 它这边有帮你上油 上油是这边的润滑度 这边的油 你就是随便什么油都可以 因为它这边是机器本身 它的润滑就是比较好打 可是它这边上面太多了 所以它这上面都有油 所以你等一下会有点卡卡 会替不动 所以你在使用之前 你可能要先把这个擦干净 好 就是它给你的那个油 先把它弄好 不然这个等一下会卡吗 然后你这是充电式的吗 嗯 好 我们讲一下充电的 好 就是这边有一个充电的 那 呃 如果假设好 这种充电器有个问题 好 就是 这里 这里好 接头跟 这里接头的地方 很容易 就是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譬如说有时候你用到一半没电了 那你就要冲着去帮它剃 然后我们在动的时候 有时候这边会弯到 这边会弯到 因为你在动嘛 所以这边很容易断掉 所以你可以用那个通畅的 通畅的 你等我一下 通畅的